雷霆2000火箭炮 虽然总是在雷霆操演中出意外 但它依旧是台湾陆军的主力 去年更是新增设MK66火箭模组 近可火力覆盖 远可精准打击 彻底成了台版海马斯 本期我们就来聊聊雷霆2000 这位台湾陆军最强的反登陆力气 雷霆2000是中山科学研究院 参考世界各主流火箭炮设计方案 自研的一款现代化多管火箭炮系统 旨在取代老旧的 公风六行117毫米多管火箭炮 它曾在2001年的汉光演习中 52秒射出全部27枚MK30火箭弹 在海面目标区撒下7209枚M77 APM双效战斗部 弹灼面积约6个足球场 是世界最具威力的多管火箭系统之一 雷霆2000的火箭发射器 采用了与美国M270类似的模块化设计 发射器的框架与储存火箭的箱体 是分开独立的 在战场上 雷霆2000只需要用底盘自备的吊车 卸下一经射出火箭的发射箱 再将出厂秘方的新发射箱调至框架上 就能完成再装填作业 整个作业只需7分钟 极大提高了再装填效率 而弓风6型的发射管 与旋转机座是一个整体 火箭弹必须以人工方式 一枚一枚进行装填 极其耗时 一次再装填作业 差不多就需要17分钟 这在战场上是致命的 装填时间越长 暴露在第一火攻击下的危险性就越大 雷霆2000自动化程度的提升 带来的好处不止于此 不仅操作员又弓风6型的6人 所减制三人 且在武器弹药选择上 更具弹性 只要发射箱体 能与发射器框架结合 并与车载射控系统完成整合 雷霆2000就能选用多样化的武器 目前中山科学研究院 为雷霆2000发展的火箭弹系列 已经由原来的三种发展为四种 分别是MK15 MK30 MK45 以及完成初步测试的MK66 它们的射程与威力各有不同 组合起来 能满足更多的任务需求 下面火力军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 MK15火箭弹 它是由工风6型火箭弹改良而来 其弹径同为117毫米 弹重可达42公斤 弹长约1.96米 不过却定时空炸引信 取代了工风6型的碰撞式引信 并改用钢珠高爆战斗部 每每可搭载6400克直径 6.4毫米的钢珠 主要针对杀伤软目标使用 一个MK15火箭模组 是20连装 雷霆2000的反射器框架 最多可搭载三个模组 也就是60枚 射程在7到15公里 杀伤含盖面 要比工风6型更大 MK30则是将弹径 放大至182毫米 弹体全长3.9米 弹重186公斤 最大射程提高到30公里 可选用钢珠高爆战斗部 或人员软目标 双用杀伤战斗部 其中钢珠高爆战斗部 沿用MK15的空炸定时引信 并强化筹载能力 使其能携带 18300枚直径8毫米的钢珠 可贯穿4.75毫米的钢板 单发的最大人员杀伤半径 约100米 至于APAM战斗部 性能与美国M26火箭弹类似 内部搭载有267枚M77 APAM双效弹药 在弹道中端时 采用螺旋轨迹飞行 并向外散布大量钢制破片 能在目标区上空 形成钢铁鱼 威力足以贯穿8至10毫米后的装甲 能对敌人造成严重的有效杀伤 与心理震慑 一个MK30火箭模组的九连装 雷霆2000可搭载三个模组 共27枚 然后是MK45 它的弹镜比MK30更大 达到了227毫米 弹长约4米重305公斤 最大射程延长至45公里 同时配备了比MK30 更大的钢珠高爆战斗布 和双用杀伤战斗布 如MK45钢珠高爆战斗布的 8毫米钢珠数量 增加到25000枚 杀伤范围更广 双用杀伤战斗布的重量 据说也增至175公斤 可装备518枚M77 APAM双效弹药 一个MK45火箭模组 V6连装 雷霆2000最多同时安装 两个模组 共能搭载12枚 除此之外 终身科学研究院 还为雷霆2000新增了MK66火箭模组 并于2023年 完成了射程70公里的MK66增程火箭弹 和射程达150公里战术导弹的 初次战术测评 彻底让雷霆2000成为台湾的海马斯 MK66是台湾新研制的增程型火箭弹 射程原设定在70到100公里 后来改为射程50到70公里的精准火箭弹 即射程150公里的战术导弹 目前这两种弹药已完成初期作战测评的 不过因MK66增程火箭弹 战术导弹的弹箱的重量较重 无法适用于现役雷霆2000的发射车 就计划采购符合要求的 8×8火箭导弹发射车体 其中MK66增程火箭弹 一个MK66模组搭载4枚 新式发射车计划搭载两个模组 合计8枚 战术导弹同样有新式发射车来搭载 预计搭载两枚战术导弹 这种火箭弹与战术导弹的混搭方式 加上本身具有的高机动性 将有效增加台湾陆军在防卫作战时 可根据任务需求 对武器系统进行联合搭配 至于新式发射车 中山科学研究院去年就已向欧美各大车厂 询问参与8×8发射车采购标案的意愿 并依规定进行招标作业 有效益称 捷克已向台湾表明有高度意愿参与 其军工产商泰托拉生产的8×8车辆 因其品质绝佳 价格低廉等特性 被不少人视为今后雷霆2000的作假 台湾陆军对雷霆2000的看重 并未受MK66模组 因发射车尚未确定等因素影响 依旧对其给予厚望 希望能借其强大火力来执行反登陆作战 据分析 在反登陆作战中 雷霆2000几乎可以覆盖第一登陆部队 海上换乘区到滩头的大部分区域 如射程最远的MK45火箭弹 可对第一件换乘水域进行覆盖射击 尤其是携带双用杀伤战斗部时 很适合攻击以大船为中心 小艇环绕形成的面中目标 据中山科学研究院的资料显示 雷霆2000在使用MK450 全部12枚可在48秒内全部射抽 弹镜和射程局中的MK30火箭弹 则可针对登陆艇群汇合区及两栖战车 球渡抢摊区域进行火力打击 全部27枚弹药能在54秒内射完 最后射成最近的MK15火箭弹 只需瞄准摊头前后数公里的水域 及桥头堡区域 其能在30秒之内射出所有的60枚火箭弹 这样便可形成三位一体 从近岸到摊头的密集火力网 再加上一套打得准的车载射控系统 和内建的自我测试系统 使其能快速最大程度杀伤敌人的同时 也能迅速找出系统故障的部位 并予以排除 提高战场存活率 而且为了配合雷霆2000的操作 中山科学研究院 也已推出配套的操作 训练保修模拟器 使人员训练更为便利 并使基层部队拥有一定程度的 自主后勤不保能力 总之雷霆2000无论威力 射程精准度自动化程度 都远胜过原来的攻击六行 而打完跑的快速反应能力 以及快速装填能力 六行所难以企及的 虽然美国同时期 也曾向台湾推销过M270多管火箭系统 但经过成本分析后 雷霆2000价格只有M270的三分之一 再加上毫不逊色的性能 最后决定放弃采购M270 非要说差距 大概只有雷霆2000 缺乏实战经验这一点了 但大家能想到 如此被台湾陆军已中的雷霆2000 居然也有十年的停滞期 直迟无法生产 雷霆2000难以量产 问题并非发射系统技术不过关 而是搭载火箭的底盘载具 始终搞不定 据悉当年雷霆专案团队一致看好 美国奥什克什公司的M977是 8×8八轮载重车 该车本是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发射车 实战表现相当出色 因此雷霆2000的原型车 用的就是该底盘 且通过了综合性能测试 距离投产服役只差临门一角 然而事实难料 奥什克什公司漫天要价 其报价几乎是中山科学研究院 预算的2.5倍 导致后续量产车型 被迫放弃此底盘 据悉为雷霆2000底盘 开展的载重车采购案 前前后后总共流标了17次 导致雷霆2000 在200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 只有孤零零的一辆原型车 严重影响了雷霆2000的缓装进程 后来经过多年沉淀 2009年9月 台湾突然宣称 全新改版的雷霆2000 即将投入测试 你在当年年底 完成作战能力评估 消息一出引起哗然 怎么悄咪咪实测了 经过调查发现 原来在2007年 雷霆2000发射车的采购案 就进行了第二次公开招标 最终韩国广林公司正式得标 计划采购54辆HX81式 8x8载重卡车 作为雷霆2000的载具 平均每辆价格 1800万新台币 此合约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 先在2009年组装三辆样车 先于生产型雷霆2000 并进行初期作战评测 如果测评通过 再正式开始生产 54辆量产型卡车 同时在2009年7月 中山科学研究院 又举办了雷霆2000 火箭运输补给车的招标 结果又是韩国厂商 低价胜出 总价19000万新台币 平均每辆380万新台币 这不免引起外界的质疑 台湾费尽心力 开发的王牌武器 却选择韩国的卡车底盘 如此奇怪的组合 越想越不对 很快就有消息被爆出 韩国各大厂商本身 并没有现成自主的 八轮传动 独立悬吊系统的 载重底盘设计 即便是大鱼 现代这样的韩国大厂 也都没有 中标的韩国广林公司 经调查 原来只是一家 改装吊车的企业 主要业务是生产民间的 伸缩式吊车 从未生产过卡车底盘 更别提复杂的 八轮传动独立悬吊载重底盘 它拿到台湾竞标的产品 其实是从德国 MN公司买来的 八成四商用卡车 后经自行改装 才有了八成八 全轮驱动的山寨货 其中的技术风险可想而知 另一家企业公司 也被亚太房屋 单独淋出来捶 据2009年10月的报道显示 KIA提出的卡车外形 类似南斯拉夫制造的FAP-3232 BDST-AV八成八轮卡车 很可能也是自行改装的产物 质量堪忧 KIA不能掌握 全部组件的产能与供应 无法保证服役期间的后勤作业 而且依照双方合约 仅有两年保修期来看 恐怕只要合约期一到 就不会负责后勤 届时当车辆出问题了 没有零附件 倒霉的还是中山科学研究院 总之 雷霆2000的运载车底盘 无论是质量或后勤美护 在舆论压力下 中山科学研究院和台湾相关部门 不得不做出让步 一度拒收韩国广林公司提供的三辆样车 韩国方面也不肯吃闷亏 立刻展开舆论反击 并要求台湾支付巨额违约金 几经拉锯下 台路军司令部最终决定 继续沿用广林公司提供的火箭炮车底盘 但尚未正式签约的KIA公司自然被舍弃 转而安排中间商经特殊渠道 搞来了意大利伊维克公司的八成八卡车 作为火箭炮供给车及后勤支援车 共计57辆 虽然雷霆2000依然无法摆脱同时配备两种底盘 后勤补给复杂的弊端 但最终得偿所愿 进行了量产 量产型雷霆2000的系统架构 虽与原型车基本相同 但由于量产作业拖延长达10年 车上若干电子组件在服役前就已经落伍 因此量产型雷霆2000在服役前还进行了若干升级 如更新射控系统的中央处理器 更换法国提供的导航系统等等 2012年8月 雷霆2000多管火箭开始搏交台湾陆军 由台湾陆军六军团炮兵指挥部成立的实验营介绍 展开为时一年的结装测评 而第一个雷霆2000多管火箭战备营 则于2013年内成军 依照最初计划 雷霆2000将部署于金门 马祖等外岛对台湾进行供卫 如今经过兵力调整 三个营共43套雷霆2000 被部署在台湾本岛与澎湖进行防御作业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 关于雷霆2000 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应该关于雷霆2000多管车的